这个是一颗阴阳茶花 这一半开花 这一半梗屁了 那这个就是通过植物的叶片表现 映衬植物根系的问题 老规矩啊 咱们给它拔出来 破坏性来给你讲解一下 看见了吗 枝条不好的这边这个根系 全部已经老化了 这里边有几个为数不多的新根 也是从好的这边枝条的这个根系这边 长过去的 那咱们再看看这边好的枝条 这边的一个根系啊 枝条比较好的这边的根系是比较多的 那么咱们从实战经验上来说啊 当你家植物出现某一个枝条 这个枝条坏屎 或者这一个枝条的一片都不好的时候 咱们首先需要排查一下根系的问题 那咱们怎么排查 就是哪边的枝条不好 咱们就沿着这个盆边慢慢的往上挖土 你能挖出来白根 根系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话 那么根系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枝条 给它剪断 看看这个枝条中心有没有这个病害问题 像静腐病啊 枯子病啊 等等 静害的一个病害问题 发现以后 杀菌治疗 咱们最后再去检查植物叶片上的问题 和缺肥的一个问题所在 那么这个就是植物出现问题以后 咱们去检查的一个逻辑 检查好以后 针对性的去解决 减少出错的概率 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哦